感谢主 因为我们一直读经进度 都是在撒摩尔记上读完了 现在读撒摩尔记下也读完了 刚刚进入内王记 趁着我们记忆还很深刻的时候 来分享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 有几个名字 那些都是今天所要讲的主角 里面有魔士 王还有一对父子在其中 所以魔士在人 城市在天 特别我们这阵子台湾的也蛮紧张的 这个为什么 因为2024年大选剩下没有多少时间了 而且过几天 过一个多现在已经12月多了 剩下没几天 就是翻转2024年了 2024年有五个国家 台湾、美国、英国、俄国、印度都要选总统 都在大选 所以很多国家的大选情势都很紧张 特别是我们台湾全球关注 因为台湾的选举关乎到亚洲的安全 亚洲的经济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所以这一选也决定的是台湾的前途 就有我们看看最近的飞机 其实常有的 选情的日子里面 选举的日子 夜接近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但是外国人比我们更紧张 每天都在看 特别里面有报道说 军券、什么飞机 常常在台湾海峡的上空 凡是跟对岸有连结 邻国连结的都在部署 看得到的天空的 海面上的 还有海底下的通通有 所以非常的紧张 还有一个日本的财经的网站报道 他们评论说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实在是我们台湾在选举 跟外国有什么关系 可是外国人就是 要来很紧张的来评估 因为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地位很重要 我都不晓得台湾有什么好重要 小小一个岛而已 结果那是很重要 关乎全球的经济 关乎全球的安全问题 所以全球都要来报道 你看看 我们不断的台湾很重要的地位 台湾很重要 有没有听到这句话 有没有感到心情振奋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台湾的地方 都是很重要的人 不是台湾的地理上很重要 台湾上的每一个人也很重要 特别在选举的时刻 平常是默默无稳的 没什么小人物而已 可是在选举的时候 你的一票很重要 你看看 这个时候好像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要提升起来 深呼吸一下 这个可以让我们兴奋一下下的 这一次的选举会怎么样呢 结果呢 是不是 他这里有分析说 三种条 三条路 是不是能够巩固台湾的主权 就是照样 活得很自由自在的 还是说 跟对岸有冲突了 那冲突那就危险了 要紧张的 一冲突的话 恐怕会引发战争 或者是呢 我们就举牌起投降了 我们就纳入对岸共产党的轨道 从此呢 不用那么辛苦了 大家吃大锅饭好了 共产党 大家一起施工 一起贫穷好了 不怕饿死 只是吃安抹药就好 所以大家谨慎一下 所以你的票很重要 我们一个抉择 抉择是很重要的 这个抉择 我们看到 我们目前 这个名嘴在报道说 三喀都 之前还听台语 在听三喀都是什么 原来是三个候选人 三个候选人里面 你看 这个三个政党里面 通通贪污的事情 从不是现在而已 从古时候到现在 这个贪污是不断的 包括我们自己 有时候也有贪小便宜的时候 在办公室 一张纸一支笔 顺手用一下而已 其实这个都是贪污的事情 只是贪大贪小 小贪大贪而已 有没有被发现 还是没有人知道而已 但是没人知道 天知道地知道 上帝都知道 所以贪污很可怕 但是一个抉择的错误更可怕 为什么呢 我们举这个 其实对岸的 我们比较新闻 每天都在报道 这个媒体不断的报道 你看看 哇 他们是大心土木 中国这三四十年来 台湾给他带动 台商过去那边 我们在座也有几位台商 过去那边 给他带来什么 经济的繁荣 技术指导 工厂什么 一直开设 很发达 有钱的 大心土木 不断的建设建设建设 包括呢 他们有一条北京 听说北京要开发一条铁路 直通台北 有没有听过 北京开一条铁路 要通到台北来 还有呢 海底隧道直通到巴黎港 这么厉害 我都不晓得 好了 这个是 我们看还没有看到的 但是呢 有在进行中的 但是呢 还有呢 现在呢 整个经济 因为瘟疫 新冠会也瘟疫 还有乌克兰的战争 之后整个经济 就整个大家都很萧条了 物价上涨 然后薪水没有调涨 整个生活呢 压力重担的 包括中国大陆 因为钱都花下去的 刚好做一半而已 所以呢 这个图片上面说 让尾楼房子盖了一半 他不是盖一栋 两栋三栋 是整片的盖 不但是盖自己国内的大楼 盖一半盖不下去了 还有呢 国外的 从亚洲 亚洲盖到欧洲去 这个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呢 也盖一半 然后最近呢 意大利的说要退出 哇 那么事情做一半而已 退出 那就是 房子盖一半了 不盖下去了 那工程做一半了 盖不下去了 因为没有钱可以完成了 那怎么办 都是损失 都是亏损 所以一个决策的错误 比贪污更可怕 政府提前把钱都用完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百姓 那些真的是很可怜 中国百姓那边也是我们的 说实在 我们的亲朋好友 有些都还在那边 同族的 同性的 简直是一败的血缘都在那边 我们在为他们带导 所以一个选择 一个决策 比努力更重要 看到我们中国这个对岸的它极力的发展 要超音要赶美 科技各方面的很努力 但是上头的抉择错误 让下面的很难办事 还有全国百姓的经济的萧条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十四的问题 那十四的问题 没有什么新鲜的 因为索隆文王说 现在有的事情不算什么新鲜 因为过去都发生过了 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 今天我们也要来讲 圣经里面的人物也是有这样子的 很多的模式 很多的计划筹算要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能不能成功 不一定 所以徒劳很徒劳 我在小时候我季妈妈也很努力的 我的父母都是刻苦耐劳努力的拼命的 争取赚钱果真很会赚钱的 但是只是拼命的埋头苦干 不懂得理财 到时候 年纪一把的时候还是决然一身的 你想着 我这么辛苦 这么辛苦一辈子 还不都是这样子 隔壁的老王 人家轻轻松松过日子 到了七十八十九十 还不都是跟我们大家都一样 只是为什么比人家更加的辛苦 更加的劳力 更加的劳累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都一样 所以一个正确的抉择 比努力更重要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写说 人心一起来念这一句很重要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 外面每一个人都会筹算 从出生 从出生的时候 父母就为我们筹划规划 甚至到我们懂事的时候 我们也有自己的规划 我要读哪个学校 要读哪一系 我将来要耍什么工作 我将来结婚的对象 我的事业 我的如何如何的规划 从我们的父母为我们规划 我们规划我们自己 我们也为孩子来规划 一路上的规划 那是不是有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实现呢 不一定 有的很幸运的 有的好像偏离的 好像不能成就了 所以呢 这个摩世在人 神是在天 在天呢 神是就是在我们 唯有上帝能够成就 摩世在人 唯有神可以来成就 那我们也要祷告 求神指引我们的脚步 然后也随时调整我们的计划 有没有偏离神的心意 所以呢 我们就来读一下 我们今天有几个主角 我们一起来读撒木尔记下十五章十节 来一起来 杀王 他就说 亚沙龙在西伯仁做工了 亚沙隆和西伯伦陷阱的时候 大花人将大卫的模式基罗亚西伯 从他本城起得来 于是判立的心胜大 因为随从亚沙隆的人民日渐增多 有人报告大卫说 以色列的心都归向亚沙隆了 大卫就对亚沙隆跟随他的成途说 我们要起来逃走 不然我们躲避亚沙隆了 要速速的去 恐怕他忽然来到 将害我们用到杀进合成的人 我们看到红色字的亚沙隆 最多对不对 就是他这一幕的主角 他人气很旺 他人气很旺 出现的机会最多 表示他真的是一个 得票数是最高的 人气最旺 大家都跟从他 气派是气势很大的 里面还有大卫 黯淡的大卫年纪老了 压沙隆年轻俊美 深得人心 深得众名的喜爱 好那里面还有一个紫色的字是叫什么呢 紫色的字 还有亚西多佛 他藏在里面 所有这一切的计谋 亚西多佛出的 我们看到出什么 亚沙隆 这个就是原本就想要篡位 所以荣若明星 这是有计划的 几年花了四年的时间 一步一步的就是为了 就是要篡位 自己要成立王 他是一个王子 亚沙隆是一个王子 是大卫王的儿子 同时他也是基数王的孙子 一个是王子的身份 一个是他母亲家的是一个王孙 是个咬着金汤匙出圣的人 可是他还是不满足 他要自立为王 所以开始一系列的计划 这个计划中间埋藏的亚西多佛 是一个模式 就是一个参摩的人 帮他设计的 所以事情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他开始宣示他为王的时候 还有一群人跟着他 亚沙隆在西伯伦做王了 这么一宣告的时候 哇大卫听到了 听到了大卫什么 选择应战 一个在西伯伦 西伯伦是更往下 我们下一次再来 或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图 西伯伦是在更南边 耶路撒冷 大卫在耶稣 再往上面往北一点点 好 一个在西伯伦称王了 一个在耶路撒冷 就是大卫 大卫在耶路撒冷 听见 他的儿子起来叛变的时候 大卫选择 逃亡 为什么 因为天下父母心 怎么可以跟儿子一起来冲突呢 所以他选择逃亡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大卫这个一个牧者的 牧羊人 这个有牧者的心肠 他不愿意因为 他儿子的叛变 上整个他的城 耶路撒冷城里面 他的军城还有百姓 也受到伤害 所以亚撒冷选择逃亡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幕 亚撒冷 大卫逃出去 逃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亚撒冷和以色列人 都进到耶路撒冷来了 这个模式 亚撒冷也同样来了 开始 他问了亚撒冷问亚撒冷说 你们出个主意 我们怎么样行才好 接下来怎么样了 请亚撒冷出个策略 出个计划 接下来怎么做 看到亚撒冷一个恶毒的 这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下 亚撒冷 对亚撒冷说 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徽兵 你可以与他们亲近 以色列众年听见 你父亲正恶你 凡归顺你的人 手就更坚强 这个亚撒冷 在当中心疯作让 让父子的这个关系 更加的不好 而且让他们引起更多的纷争 而且出这个计划 真的是违反伦理 亚西多佛是一个模式 是饱毒诗经的人 他对于上帝的摩西的实戒 摩西的律法 非常的了解 怎么可以出这个受主意 是一个恶毒的一个计划 让大卫跟亚撒冷 可以讲说完全的绝类 而且让全国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 果真亚撒冷就照着这个计划 去实践了 去实行了 真的是这个计划 非常的一个恶毒 好 那个时候 在当下 亚西多佛说什么话 就好像上帝一样 上帝所说的一样 就是好神 很神的 不能不听的 不敢不遵从的 这句话是什么 23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 亚西多佛所说的主意 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 昔日给大卫 今日给亚撒冷 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 因为亚西多佛所出的计谋 所出的 他口里所出的话 很神 一定会兑现的 所以大家都跟着做的 当时给大卫出主意 后来现在给亚撒冷 出主意 都是很准的 他的话都是 他的策略都是很准的 所以大家都听 而且言出必行 这个亚撒冷 听了不管伦理道德 就这样做了 我们看到这个亚西多佛 他的这个策略 说实在是很准 但是呢 有没有正确 每一个人的评估 站在不同的角度上 站在每一个人的角度 也许对我有利的话 就是这个很好 对方对对方不利的时候 这个不好 所以一件事情 可以讲说 不是对我主观意识 要客观的 不是双方的 三方的 可能要多方面的来考量 考量一件事情 为什么又发生这样子 多方面考量 接下来呢 亚西多佛 又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亚西多佛 又对上说 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两千人 今夜就起身追赶大卫 趁他疲乏手软 我忽然追上他 他金黄跟随他的名都逃跑 我就单杀王一人 使众民都归顺你 你所寻找的人竟然死了 众民就如已归顺你 这样都平安无事的 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 因为此刻 这个以色列的百姓 都站在亚沙隆这一边 同时他从西伯伦称王 来到了耶路撒冷 也占了耶路撒冷 这个君臣 他就是一个王 名正言顺的 已经占了地土了 而且有一群百姓了 而且呢 有摩士亚西多佛 还有呢 统帅 统帅都在他身边 可以讲说 但是呢 还有一个祸患 就是要把旧的王除掉 就是大卫 你看这个亚西多佛 出了这个主意 很好对不对 对亚沙隆来讲 对现任的王来讲 很好 可是上帝有没有说好 上帝说好不好 忘了 亚西多佛 足智多么 多么的有聪明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他忘了 上头还有一个上帝在看着 他以为他的母类是这么的好 因为大家也觉得说 亚沙隆现任的王 还有以色列的重账 都很好 这个很好 很好 哇 这个很好 你看 怎么好 不用损兵折将 完美的计划 杀一个人就好了 日后大家 因为日后大家都是兄弟嘛 他们都是亲族嘛 都是自己的支派嘛 犹大族的跟以色列都是 十二支派都是同一个祖先 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嘛 所以不要伤日后 还要相处 不要伤感情 只杀一个王就好了 哇 真是太完美的一个计谋了 太完美的计谋 可是那这个王啊 王啊 还要这个 现在又出了一个 一个人物出来了 这个人物是傅塞 是大卫派回去 派他回到 本来是要跟着大卫逃跑 逃出逃城的 结果呢 大卫派他回去当卧底的 当卧底的 所以这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富塞对亚三龙说 亚西多佛这次定 我不善 富塞又说 你知道你父亲 跟随他的人 都是勇士 现在他们心里老路 如同田野丢骰子的母熊一般 善事必不善 好 依我自己 来不如将 以色列众人从淡 直到别斯巴 如同海边的沙纳一样多 聚集到你这里来 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 哇 这个富塞纳 真是说中的 亚沙隆的心理 刚刚 亚西多佛出的主义师 亚沙隆 亚西多佛 他说他一个人领兵 一万两千去 杀大卫就好了 杀一个人就好了 这个功劳都是亚西多佛的 可是现在富塞说 召集全国的从南到北 从南到北的这个国土上 所有的百姓聚集在一起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然后你亲自率领兵去攻打 哇 这个亚沙隆想这个图画的时候 哇 好神勇啊 好英勇啊 一定的百万大军 去出战 是一个很威武的一个形状 所以呢 诶 重记了 重记了 他没有这个大卫是常常在打仗的战士 可是这个大卫的儿子们好像已经都经历太平时代 虽然说有外敌 但是都有约亚将军在打仗 他的儿子都躲在城堡里面 过着安舒的日子 不懂得这个战场上的危机 还有策略 所以他忘了 这句话说 耶和娃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这个是约拿丹 约拿丹就是扫罗王 第一任王 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 他是大卫的好朋友 他们都是同样 讲的很经典话 就是很信靠神 这个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得胜在乎耶和华 得胜在乎耶和华 OK 你看这个我们还看到说 傅塞是大卫的朋友 他是派来卧底的 他这个计谋就是要给大卫一点时间 多点时间能够重整经兑 大卫离开了耶路撒冷 过到约旦河 他们的国土大部分都是在约旦河西跟地中海的 从南到北的一个地界 但是不要忘记的我没有读过 约旦河东还有两个半的支派 马拉西之派还有以法连之派还有一个加德之派 在那边的也是他们的人 当时大卫为人生是很好 他很恩待很怜悯的 他能善体人心的 所以大卫冲到对岸的时候 逃到对岸的时候 是非常的疲劳 仓皇逃处 也没有带多少人 也没有带很多吃的喝的用的 还有家眷什么的 但是过到约旦河之后 马上一群人听到消息的人 马上来支援他 带食物的还有一些冰队军兵的靠拢过来 帮助支援他 所以附筛这个计谋 就是给大卫一个有时间来重整军队 来喘息一下 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因为他的模式 亚西多佛已经靠到亚沙隆那一边了 这一次大卫没有模式的时候 他怎么办呢 祷告了 结果这个护筛的计谋怎么样 亚沙隆以色列众人说 哇 这个护筛的计谋 比亚西多佛的计谋 更好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亚西多佛是一个模式 这是一个参谋 好像诸葛亮那种身份 讲话是很神很准的 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这个富山是做什么的 他是王的陪伴 陪伴是什么 就是一个反正可以聊天的 可以聊心的 这个心里的话可以一起说出来的 就是这个心意可以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上这个富山可以是很依赖信靠的人 是可以值得信赖的朋友的 所以大卫派派这个来派富山 到亚沙隆那边做个卧底的 但是他出了主意 会比这个陪伴者 这个一个平凡的人可以计谋会比 亚西多佛好吗 这个为什么 因为真言里面有一句话说 一起来念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龙钩的水 水已流转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亚西多佛我觉得说他所做的都很正确 但是呢 耶和华衡量 耶和华来判 来判决 所以这个王亚沙 亚沙龙的心 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来掌控他 所以觉得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不好 富山出的主意比较好 OK 这是什么 这句话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什么 一起来 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魔 为要降祸亚沙龙 你看圣经记载 亚西多佛的这个祭魔是好的 是很好 对亚沙龙很好 对大卫是不好的 这是一个主观的意思 是好的 是可以 是不用损兵折将的 最轻省的一个战略的 是很好的 可是呢 上帝参与在其中 使亚西多佛的祭魔可以破坏掉 而且降祸到亚沙龙 所以 结盟的约拿丹兄弟 也说了 耶和华是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这个是对上帝绝对的信心 大卫说这句话 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 面对哥利亚所说的一句话 他知道他的神 一直是他所倚靠的 他的神是他所保护的 他知道他也很遵行神的话 他有机会伤害 因为扫罗一直在追上他 他有机会伤害保罗 可是呢 他不动手 他也劝别人 警戒别人不要杀害扫罗王 他说 耶和华上帝所高的王 大家不能去杀害他 免得得罪神 所以大卫仅记得这一句话 而且他记得这句话 他同时也传递给他周围的这些战士们 耶和华所高的王 大家不能去伤害他 大家暂时都听到 可是他的儿子竟然是做这样 伤天害理的 大卫是上帝所高的王 他的儿子要杀他 而且是杀自己的父亲 真的是 这个是伤害天理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神不能成就 所以 摩世在人 神是在天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刚刚我们有读的经文 再来读一次 但是有人告诉大卫说 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 随从亚撒隆 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 求你使亚西多佛的寂谋 变为余主 祷告 信靠神 神同在 神必会保护 神必会出手来干预任何的事情 来保护他所爱的子民 来保护敬畏他的人 所以摩世在天 神是在神 这句话 关键 要祷告 要寻求神 要祷告 要来信靠我们的神 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只是讲到一个文字上的 下一周我们再来分享 为什么会有这些过程 来龙去脉 还有结局如何 我们下礼拜 我们再来一起来分享 现在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 天父我们感谢真美理 主啊 谢谢你告诉我们 人心都有仇算 唯有你指引我们的道路 让孩子们紧紧跟随主的脚踪 跟随你 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任何的问题 我们要学习大胃 有信心来向你 来祈求 让我们心中所有的一切的难题 所有的苦闷 所有的不满的 主啊 我们交托仰望你 求你为我们见察 你是见察人心的 主啊 也让我们完全的交托 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 将一切的仇恨交托仰望神 甚至到神你必有裁判的 主啊 谢谢你 不让这些过去所有的怨恨不满 或者是一个委屈 压在我们的心头 使我们人生里面垂了苦闷 谢谢主 让我们学习完全交托 完全的信赖仰望你 保守我们时时刻刻 甚至到神你眷顾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 也要活出神的美好 我们将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